我保证如果我说谎 龚老师掉头发了 他太狠了 我应该晚点说 我从来说 我不唱 靠我 我们我看我之前 我有小号微博 然后你的那个rap说出来 说唱 今天就给你个beat 今天就不展示了 哈哈哈哈 张老师先来 我是给你伴奏的那个 beatbox那个 我可以给你beatbox 好不好 你来 那我 不行 这是什么 中华柴犬 中华甜言犬小时候长得非常可爱 长大了也挺英俊 你看龚老师笑声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特性 特别见嗖嗖的他就会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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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一个傻傻乐就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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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的印象是第一次见面呢 是在那个 出训练的时候 我心想我们这么多大戏 我们找了个肢体不协调 哈哈哈哈 我发现龚老师还是厉害 克服了自己的困难 每天压腿啊 那家伙 看好笑 那个那个扇子 每天就打到现场就开始玩 他扇子 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专注 非常的努力 背词儿 天天边玩扇子便背词儿 厉害 我谢谢你张老师 特别对他改观特别 张老师真的是非常好的对手 好 呼吹彩虹屁 太刻苦了 你不是真心话 我也是真心话 非常准时 从不迟到 非常nice 演戏 经验多 还指导我们 就是有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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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龚老师了 没事就给我们讲戏 这个戏 张老师这么演可不可以 龚老师说 对 没错 就这么演 今晚大老虎 他是爱的恰恰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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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容一下吧 那个 嗯 我觉得他是 猫吧 刚开始就是挺那个 不说话很高的 直接出下来还挺好的 挺nice的一个前辈 首先是害羞 害羞 害羞 第二个是比心 比心比心比我了 大哥 昨天做过了 昨天做过了 大哥 不是说好了这样的吗 不记得我跟你讲过吗 是说好了这样的 你稍微就心对快一点 女堂舞 女堂舞是啥 我真不会 歪头啥 歪头 喝一杯 你干啥 你就打醉拳 哈哈 哈哈哈 四川的辣椒辣 还是江西辣 四川 江西必须 四川那必须 四川人吃辣椒都不行 我吃辣椒不行 不代表我们四川的辣椒不辣 不行不行 可以可以 反正我们的辣椒辣 我们的辣椒也不擦 哎呀怎么说呢 我的歌声和张老师舞 怎么还挺肥的 还挺肥的 太挺肥的 成敏和阿湘落水 必须两个人活力 才能救起的话 会先救谁 阿湘 我这个人比较记仇 成敏弟弟在现场 跟我这个师叔玩得好 结果采访的时候就老是Q 你的师父 我记仇 就阿湘 那我肯定就我的徒弟了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 请此适选题 两个人合力才能救起 什么意思 合力 是我们两个一起才能救 啥点 那当然救女生了 当然救阿湘了 行 听你们 救阿湘 因为女生 需要更好更多的保护 这就是你的师父成敏 成敏 我不是教你游泳了吗 自己游 女生 最静子 现在